《親戚支援中心》 共享親戚支援中心成立的目的 是為了協助你父母共同履行親戚的責任 我們會為他們提供親子聯繫服務 共享親戚輔導服務 親戚協調輔導服務 和小組和活動工作方等 親子聯繫服務 我們會協助父母雙方溝通 達成一個親子聯繫的方案 然後我們的同事會安排非同住家長 定期跟他們的小朋友見面 促進他們的親子關係 共享親戚輔導服務 我們會以各樣輔導形式 分別接見同住家長和非同住家長 協助他們處理因為離異所帶來的情緒 面對離異所帶來的轉變 和學習和對方有效溝通的方法 以妥使共享親戚 而第三 我們會提供親戚協調輔導服務 安排雙方加進一同會面 去就住小朋友的生活需要 照顧等各方面 作出協商和溝通 達成一個共識的方向 中心提供的國安輔導服務 主要是讓父母在離婚後 學習如何以小朋友福利為依歸 實踐共同父母責任 或小朋友的事務協商和作出安排 希望小朋友可以同時 和爸爸和媽媽都建立良好親子關係 將離婚對小朋友影響減到最低 除此之外 中心亦會提供小組或工作坊的活動 主要目的 我們是向社會大眾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概念 以及推廣共同親戚 亦會向家長提升他們面對家庭轉變的能力